教育局规定,不論是參與學前教育學勸計劃, 還是本學年改行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 幼稚園需為非牟利的辦學團體, 以及關聯機構不得從中獲利。 本部翻查資料,發現有幼稚園, 因為使用嘉南的商標, 而需要向關聯的公司支付專利費用。 在稅務局的免稅慈善機構名單的記錄, 其中發現11間冠以嘉南名義的非牟利幼稚園, 其實是由11間不同的擔保公司營運。 例如在香港仔的嘉南幼稚園, 就用香港仔有限公司。 位於窩打路道的嘉南幼稚園, 就由窩打路道有限公司營運。 其餘的分效, 都是用地區或街道的名字作公司名稱。 記者曾經到兩間嘉南幼稚園觀察, 發現學童的校服和書包, 均為統一的形式。 上面寫有Canon的字眼。 而嘉南幼稚園的網頁上, 也有列明所有分效資料。 根據11間營運嘉南幼稚園的公司, 在13至16年度的財務報告, 發現全部公司都列明需要就Canon的商標繳交專利費, 而收款公司為Canon Education Organization Limited。 但記者在查冊中, 只是找到一間叫Canon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Limited 的公司。 有子女就讀嘉南旗下幼稚園的家長表示, 一直以為嘉南是連鎖經營, 也沒有聽說過實際上營運幼稚園的公司名稱。 不清楚, 絕對不知道這件事。 這個數目我覺得不是太大, 但是如果以這個非謀利來講, 就有少少違背了, 有少少違背了, 但是現今這個社會, 我想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什麼, 這些事情都已經很正常了, 其實在某程度上, 是政府助長這件事。 你的政策, 你做的事情, 或者你令到人有法力打去做這件事。 這是政府有很大的問題。 財務報告有顯示, 11間幼稚園, 在11至16年5個財政年度期間, 合共繳交大約1610萬專利費。 有關幼稚園同期, 也有收取學勸和向家長收取學費。 涉及的款項, 高達約2億6千萬和2億3千萬。 而幼稚園這個學年, 也參加了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 除此之外, 由沙頭角有限公司營運的 嘉南中英文幼稚園, 15至16年度, 收取大約884萬的學勸資助, 繳交商標專利費大約有93萬。 是同年有參加學勸計劃的 7家嘉南幼稚園中最高的一個。 而即使富榮花園的嘉南幼稚園, 是13至14年度錄得大約149萬的虧損, 但仍然需要繳交大約15萬的商標專利費。 幼稚園協會會長唐兆芬表示, 大多數由非牟利團體辦學的幼稚園, 都不會收取專利費。 通常只有私立的幼稚園, 才需要繳交專利費。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質疑, 有關行為, 或者有為資助計劃原意。 又質疑幼稚園繳付專利費的目的。 因為專利費通常是在商業世界裡使用的。 你用我的做得很響的招牌, 來營運一盤新的生意, 或者開一個特許經營的店舖。 於是你給我一個專利費。 這個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因為都是生意一盤。 但現在我們在說的不是生意, 我們在說的是一個辦學, 而且是一個非謎尼團體和有志願辦學。 中間亦牽涉到政府的公帑。 為何要有一個專利費呢? 為何總公司和辦學團體, 提供了什麼東西給幼稚園呢? 是否用它的名字, 就要給它這個費用呢? 那這個費用其實和這個 將那個盈餘轉撥給辦學團體, 有什麼分別呢? 教育局回覆指, 商標專利權費在審批學費的時候, 不會獲應可為和教學、 學校營運和維持教育服務水平等 直接的相關開支。 所以我們在說的是最終的專利, 在那邊還會看到這個費用, 學校營運和維持電衛 aman, 如果沒有人家的整理, 所以我們在說的是最終的調整問題。 現在已經在看過一段時間到後,